台西藝水博会成立十几年 每年都有很多国际志工来到台西藝水交流 不过今年除了蔡薇社区 他们要头一拜到后卫科技大学的学生合作 来到理智中心关怀电影业学中卫 办这个国际工作营大概从九年前开始办 以前都是大部分都是彩绘 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 首次走入社区教这些老人家表演给他看 我们这次是配合我们的专题 还有我们的实习计划 然后经由我们的导师跟我们专题的老师 才有机会就是来到这边认识这些国际志工 参加这一次的整个营队 然后负责就是负责一些策划 像活动的执行 schedule的安排之类的 我们就是想要用国际的那种方式 让那些国际志工他们去发表 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文化 然后表演给这些年长者看 让他们就是有那种不一样的感受 我来自马来西亚马六角 所以对于参与这次的活动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来到这个地方是我第一次来台湾 然后这里的人都很热情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希望大家是关怀社区里的弱势长辈 然后台西资料中心也会带着我们社区长辈走出社区跟其他的协会交流 过去都是伊蔡伟为主的国际志工团 现在也行立社区 用行动表演来典型他们国家的文化 当时关怀在地教育团体 让这个话题实际有意义 记者观传片 彩虹不得